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之内 中国的任何城市 实际上根本也都还是没法改变 我讲几个例子 讲几个数字 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个它的作用 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的企业的融资这一部分 每年的话 香港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话 为中国的贡献 大概是1200亿美元左右的贡献 那么在这里的 这个中国企业占到香港市场的 大概是一半 那非常大的 数字上面来讲 而交易额来讲的话 差不多要占到70% 就中资 所以这个两边它是重要 这是一个 第二个投资 这个过去的改革开放的话 我说如果分成两个阶段的话 前一半主要是靠香港 给中国内地输送资金 如果没有香港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国内的话 这个改革开放支出 所需要的资金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你根本不够的 那么即便到了现在 通过香港这个平台 进入到大陆的投资 还是要占到这个外来投资的50% 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就是海外的这个第一站 或者说进入中国的门户 还是把它放到香港 那么现在的话 这样大陆的资金 现在的话也都在往外走 其实你也同样可以看到的话 50%第一站 到了香港 然后再往外走 特别是未来 中国企业走出去 配置资源 那么到未来的话 这个我们的一带一路 这些东西的话 在香港的话 它是依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50%的对外投资的量 也还是放在香港 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结算等等 这一块的话 香港依然是最大的市场 您在上海其实也有过 非常长时间的学习 和这个生活的一个经历 上海和香港 现在都是中国 极力打造的两个金融中心 这两个城市 它的这个各自的独特性 我想您可能比一般的 这个金融人士 有更深的了解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那个实际上我是92年 我在研究生毕业 就是我是原来读法律的 然后法律出来了以后的话 那个时候的金融机构 都没有法律部门 上海的这个金融业的改革 这块的话 这个确实是走到了 全国的前面 可是你回过头来 就是当我们 这个来到香港之后的话 你突然之间发现的话 金融业这一部分的 这个国内和海外之间的差距 还是蛮大的 还是蛮大的 还是需要一些课药来补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最大的一个是 市场的本身的环境不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香港 它就是一个完全的 一个自由的一个市场 所以它的资金的流进和流出 它是没有任何的边 没有任何的界限的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 你要说问我上海和香港之间的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最大的差别 就是一个是在充分的市场 条件市场的这个竞争当中 一个的话还做不到 那么但是同时的话呢 也看到就这几年有一些发展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在哪里呢 就是Fintech 关于就是这个对金融科技的发展 可能会给中国所带来的影响力 这块我自己很有信心 你的意思说这种改革是由下往上的一种改革 是吧 对 就是技术的这个改革 从技术层面再来推动 这个本身的一个市场的规则的变化 这个我觉得 这个可能会 对于传统的所谓的金融行业来讲的话 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这个为什么我过去 我说不愿意投资到中国的这个Fintech 这个领域当中的 因为当时监管 还是个监管的问题 我觉得监管不充分 当时的这个很乱 再加上所谓的P2P 这个里面的话 借着所谓的互联网金融的这样的知名 就鱼龙混杂 鱼龙混杂 就没这个信心 对吧 没这个信心 可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变化之后 现在发现 这个领域的话 你必须得去投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可能是代表了 中国的金融业的未来 市场太小 现在正在推这个粤港湾区 把这个地区的这个概念给扩大化 你觉得这方面对香港会不会有一些 我觉得会有的 我们前段时间 我和这个就Pony 和那个沈南鹏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基金 叫Hong Kong X Hong Kong X基金是干什么的呢 事实上香港的有一些的 这个科技的话 实际上是很发达的 只是没有在香港很好的使用 几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这个大江无人机 大江无人机的这个科技呢 实际上是香港科技大学 我们做这个基金的 跟Pony跟Neo他们一起来做这个基金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香港的好的一些技术的话 能够真正的我们支持它 一方面是让它长起来长大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是希望它将来的话 在香港落地 那我们实际上希望也很高兴地看到 大湾西啊等等的 将来的这个一体化的工作 就是一体化以后 所带来的庞大的市场 和各自的优势的整合 我觉得会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潜力的 我们前几个月是采访过那个李小佳先生 他在讲到这个香港的金融市场的时候 他也讲到就是 香港金融市场呢 它很成熟 但是同时呢 它可能就有一些规则 它是比较刚性的 就比如说他谈到这个阿里的这个上市 对 当时就因为规则的一些原因 所以说香港市场没有接纳这个阿里巴巴的上市 像您也刚才讲的 您是这个香港金融发展局的这个成员 国内现在是这个双创是如火如荼 有很多这样的企业 它会寻求这个上市 寻求更多的这种资金支持 像您认为就是 香港在这方面 它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改进呢 比如说马云旗下的这个蚂蚁金服 它可能也会面临来寻求这个上市 它会不会选择香港 或者香港会不会接纳它呢 我呢实际上在这里啊 作为我这个学法律背景的人的话 对规则是看得很重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市场确实有需要的时候 先改规则 这个这个是一定的 那么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的 这个规则的改变 实际上是低效的 就是你要你实际上你很多时候的话 其实因为它充分的竞争 要在市场上反映出某些不合理 然后再到这个监管部门 然后再到立法部门 去走这样的一个道路的时候的话 很漫长 很漫长 这个事情的话呢 跟国内的行政主导下的这个方式啊 很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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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走程序 对 它这个就是说要快 能快得起来 可是你要在香港的话 你说你要快 就快不起来 对 小嘉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就是关于效率的问题 所以就是关于市场和规则的修改之间 就是市场是个很高效的 可是规则的修改又是很慢的 这个两者之间其实是并不匹配的 那有没有想到 比如说美国它也是一个 对 充分竞争的一个市场 是的 美国就接纳了这个阿里巴巴 它那个是主要是一个体制性的 体制性的改变 就是说阿里巴巴上市之后 就是在香港这边 有没有一个 就金融界方面 或者是金融监管部门 他们有没有进行过一些研究或者反思 有 实际上现在也在改变 但是这里面其中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过去的这个阿里在这里来上市的 最主要的问题的话 就是关于同股同权的问题 对 那么同股不同权的时候的话 这个美国的制度下面的话 它有一个所谓的集体输送制度的保护 对 而在香港的话 它没有集体输送的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但我看阿里巴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 我倒觉得阿里巴巴到香港来上市固然 给香港的市场的话带来了非常大的活力 但是对于阿里巴巴来讲 是不是它的最佳选择 我有时候我觉得未必 为什么作为阿里巴巴一个新科技企业的话 它应该说如何寻找到一个最适合它的筹资的 募资的这个市场 它才是它的选择 而在香港的所谓的创业氛围和创业内的企业的投资者相对来讲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下 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体量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到这里来上市以后 是不是对阿里巴巴本身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腾讯 腾讯也是一个科技企业 但是它在香港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前段时间也创了新高 但是我觉得就是什么东西呢 我要讲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实际上不是说这个阿里巴巴来不好 绝对不好 而是说你要这样做的 你香港你必须得要改变你自己的环境 对 让你的这个市场当中要有这个这些投资者也在关注你这个市场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市场机制的培育的问题 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的话 不是其中那么多的创新类企业的时候 其实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投资者是在你周边跟着的 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蚂蚁金服 对 它其实金融属性很强 金融属性很强 对 它现在也在谋求上市 它可能也面临这个通股不同权的问题 如果它要来香港谋求上市的话 香港市场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实际上大家的话 其实对于小家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交易所某种程度上来 只要符合我监管规则的这个要求下的企业 所有的企业越多越好 对 这个是对于 而且是优质的企业对吧 越多越好 但是就是问题是 事实上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个市场 对 如何去判断你的比如说优质 大家可能也看到就是这个香港市场啊 这里面的话很多的这个企业的 所谓的被这个这个做空 对 被做空 这个做空的话实际上也带来了 大家对于这个过去的中资的 很多的企业的一个怀疑 对 那么你的财务报表的整确性啊等等的 还有一个包括规模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这个港交所来讲的话 其实也面临着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 从交易量这个角度来讲 从交易所它本身作为一个企业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当然是我的交易量越高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挣的钱就越多嘛 是 说起做空 最近有一只股票也是沸沸扬扬 就是会山乳业 会山乳业 对 这个事情您怎么来看 所以这个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说香港的 其实很多的这个关于规则上面的话 我觉得守规则 所以还是个就是守规则的问题 你这个到香港市场来了 你要你要这个接受香港市场的这个挑战和监管 实际上的大家可能有一个错觉 国内的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到这里来了以后有个错觉 好像觉得监管部门离我们很遥远 他觉得监管部门很遥远 其实规则离他很近 对 实际上实际上的恰恰相反的是 在我们在这里 这个做事情的时候 对于监管是非常敬畏的 是有敬畏之心的 因为他不断地来通过飞行检查的方式 来让你这个守规则 对 只要他查到你 那么你这个企业的话 你基本上就这个 你就很难 在有就是这个叫证据确凿 你很难有有翻身的遗地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这个很多的 包括中资的某些企业的话 所谓的 过去也有人在批评 说香港的这个市场 A股化 就是有一些到这里来 想要到这里来 这个淘金的人 不守规则的这个情况 其实这对国内的 刚才你说这个港股A股 它是一个 就是对A股的一个负面的 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反过来 对A股其实也是个促进 因为A股确实 它有些规则 它在不断地在改进中 但是回过头来的话 就有一些规则的话 对于在这里的话 其实大家也还是有反思的 你比如说简单的 所谓的即时投资人制度 对 通过这个市场询价的方式 来最终形成一个 所谓的你的发售的价格 这个是过去的话 在这个香港市场 在国际市场上都是通行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话 如果采取一个 所谓的这个即时投资人 和锚定投资人的制度的话 到最后的话 就是很多的企业 一把中资背景的企业 就把它给包了 包掉了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把它包掉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 很多的时候的话 是这个劣币 驱逐良币 让国际的投资者的话 在这里的话 他觉得这个市场的话 我不适合了 那么慢慢就离开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过去的话 也跟这个交易所等等的话 我们也谈到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情况 这个实际上是要引起警惕的一些事情 就是让你这个市场的话 能够如何 有更高的要求 更高的规格 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 所谓的国际化的市场 而且没有空子可专 对 这也非常重要 您曾经说到这个光大控股的 对标的这个企业 对 是黑石 是想做中国的黑石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黑石的这个操作模式 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离这个黑石的这个差距 还是很遥远的 因为这个作为一家百年老便 这个很成熟 那么黑石它的特点 它是以私募基金为主的 它不做 基本上不太做二级市场 光大做吗 我做 我做 我做二级市场 那么实际上 就是说这里面 在这个所谓的模式选择的时候的话 当时也有人劝我 就是说你这个 如果说你专注于做一级市场 PE投资行不行 二级市场这部分的话 是不是放弃了 放弃 那么我当时这个 从模式选择的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过很多的考虑 事实上 我们后来的话 在针对这个中国市场的 这个特点的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后来 还是把二级市场这部分的话 还是减了起来 因为有需求 确实有需求 而且两边的话 我说我们也希望它能够 将来的话防火墙 也建的比较好一些 事实上我们不仅做了二级市场 我们还做了加成基金 很灵活 很灵活 处理它的这些需求 所以就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 就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 用投行的手段 来投资 处理我们投资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就应应而生一些 这个一些产品 而这个产品实际上本身的话 我们没有叫它是加成基金 我们就说叫它是一个 极构性的投资产品 规模大概有 也蛮大了 大概在多大的分率 我们现在的PE这部分 大概是在将近1000亿港币 1000亿港币 我们的二级市场这部分的话 我们的手艺光控 和我们二级市场的产品这部分 我们加起来的话 差不多要1500亿的人民币 反而还更大 对 但夹成这块的话 稍微小一些 但是很灵活的 因为它是一个滚动的状态 工具型的 这一点跟黑市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不太一样 但是也很多的话 其实从他们的技术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实际上 我们还是学它 学它的你比如说专业化 那这里面的话 现在我们也做了 很多的专业基金 来做专注于某个领域当中 去做某些事情 说起海外并购 国内也有很多民营企业 其实对海外并购的这一块 也走的步子也比较快 但是他们在海外并购的路上 其实不是说是那么的顺利 不顺利 对 这个你怎么来看呢 这里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 几个角度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问题的 一个的话就是 从时间这个角度 我纬度来看看 2000年 中国提出来一个叫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 那个也是围绕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来做的这个战略 2000年以后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是干什么的 主要的当时资源 如果要看看主要的企业的话 还是国有企业为主 对 民营企业少一点 走出去之后的话 有的企业的话很负责任 跟当地政府啊等等的各方面的之间的话 都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 那么给中国的话实际上在为这个2000年以后的 中国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 对 否则的话 当时的话说70%的石油进口 是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到中国的 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没办法来支撑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当然也落潮 落潮了之后的话 实际上在能源资源领域的这些并购的话 才减少 对 它的需求量本身没那么大 需求量本身也减少 所以后来不是这个某些企业吧 某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后来 审是非常惨重 在这个领域当中 这个是交了很大的学费的 那么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阶段 但实际上这个阶段的话 过了以后的话 其实很多的民营企业 那个时候再走出去的时候啊 就包括到现在 中国企业走出去这块上面的话 现在的高科技的并购 已经超过了能源资源的并购 高科技还有这个消费类的 就是品牌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后面的话 后来又出现了一系列的 所谓的球队的并购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啊 这个这个也有 我觉得不是说文化产业的并购不好 而是说这个文化 对于文化的理解这一部分的话 说起实在的 就是有时候你说你收购了以后 如何为中国所用 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对接文化交流 能够进一步的深入 是要有时间的 对 要有时间的 那么所以这里当然还出现了 有一些情况 后来带来了所谓的 这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负面的一些影响的 你比如说把中国的资产 如何转移到海外去 那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但是就是说 这个中间后来就带来了 当然说你说中国企业 走出去当中的 正面和负面的一些事情 对 还是高科技到了现在 高科技 依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当中的 最最重要的一个并购的手段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00年以后的 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这个一波的话 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 展现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当然现在讲到一带一路了 这是到2013年2014年 我们习主席提出来 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这一波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本身 对于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是有好处的 你比如说现在的腾讯也好 你比如说阿里巴巴也好 它的e-commerce 包括它的这个电信 TMT的这块领域 华为走出去 这块实际上是 它是很现实的 带着 趁着国家的 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 积极的支持 积极的支持后就走出去了 是 那么还有一个呢 现在呢 说起实在的 作为中国 这么高速发展了以后 确实美国也好 或者欧洲也好 它有点戒备 戒备 所以这个戒备以后 就带来了 SIFIRS 这个怎么样能够来审查你 是 这些事情的话呢 正常嘛 非常正常 但是这里面的话 我说也要尊重规则 所以在我们做美国的欧洲的并购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个项目我们都去进SIFIRS 这里面你比如说像我们在美国收购BEP 那这个企业的话 过去曾经有一部分 还是航空航天领域的 尊重规则 把这部分拨出去 留下的是 汽车领域的 这个检测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平台 那这一部分 我们就把它带回到中国来 实际上我们带回到中国来以后的话 这个也是个双赢的局面 扩大了这个企业本身的 在中国的市场和销售 也带动了美国的就业 也打消了它的顾虑 打消了顾虑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 另外确实是从技术上面 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我就说在过去的并购当中的 这些的话 用基金的形式 如果是去并的时候 你说这是谁的资金 这是个中国企业吗 你比如说在我们的 特别机会基金里面 我们大部分的钱是来自于 全球的投资人 那么就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就是 慢慢慢慢的就把这些所谓的 这个政治化的一些因素 能够通过你的基金的来源 结构的调整 把它打消掉了 是 现在我们刚才是谈到了海外并购 其实国内现在并购也非常的多 我看我们跟IDG也成立了并购基金 是吧 在国内去年到今年 其实还没有落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并购案 就是万保之争 争议很大了 对吧 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本身的话 我首先的一点 我觉得作为资本市场来讲的话 你要认规则 对 实际上这个事情本身的话 我们也其实有时候会感觉很遗憾的 这个很多的时候的话 到最后的话 都不是按照规则来 你比如说 什么叫股东 股东就是最大的 对不对 我们要尊重股东利益 对 你作为管理层来讲的话 当然应该尊重了 对 这个东西 你如果说你不尊重这个的话 那就是实际上就是说 你不尊重现代的 这个企业制度所设定的 一整套的东西 企业就摆在那里的 对呀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一开始的时候说 你说你不真 如果说连这个 现代的所谓的公司治理的话 你都 这个不能够尊重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话 对 那没办法 那就 那就没有 这个所谓的底线就没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 这个很遗憾的 就是 就是怎么样来处理好 这样的一个 一个事情 然后面说 你说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你这个钱是干净的 或者不干净的 所以在这个事情的话 本身的话 我们没法判断 对 我们只能够说 这个股东就是股东 就说你股东就是股东嘛 对呀 你钱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吧 所以后来的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复 其实我们也感到也很遗憾 就是说这里面当然就是说 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 就是实际上中国的 所谓的市场化的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 对 但到了现在了 当然慢慢慢慢也尘埃落定了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这个万科这么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房地产品牌 不好意思 我们查了一下年报 对对对对 我们看您的这个年收入是 一千多万港币 对 您对自己的这个薪酬满意不满意 我满意啊 这里面这个实际上啊 说到底的话 这个 我说我和我太太都不是物质主义者 所以这里这个 说起实在的 比上不足 比下有益 人呢 我说这个还是个心态的问题 对 我说我过去的话 我这个十年以前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当时拿的工资可能比国内还要少 是吗 对 就当时很辛苦的 给你提供一个舒适 你说这个 我觉得想起我们采访过这个 朱明依先生 对 他说他当时从世界银行到这个回国的时候 工资是减了90% 薪酬 是 利法家先生也是 他到香港之后工资也非常 比以前要落差很大 是 但是还是有一种责任感 我说这个东西不能比的 对 这有些东西没法比 因为我们也在享受着 其他的PE机构可能没有的东西 比如说呢 你比如说 光大的品牌 你这个 有时候我自己在想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光大的品牌在这里的话 你的资金层面有这么低吗 你的融资的便利有这么便利吗 所以很多事情 当然很多时候说 那光大的品牌 不是也是你们自己通过这些年的 这个努力 把它这个擦亮了吗 对吧 对 互动的 这个东西就是 不要过度的强调 我们自己在这个中间的作用 也不要这个抹杀光大品牌本身 在这个中间的作用 对 所以我是很满意的 我也不满意的 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同样的问题 是吧 非常满意 说起这个薪酬 就是国内 他现在也在对这个 国资的这个 老总的薪酬做一个改革 对 外界通常把它叫做现行令 其实是分类的一个管理 对 您怎么来看这项改革呢 就您作为这个 香港中资机构的一个领头人 您怎么来看国内的这个 对 它的这个高管性质的改革 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 短时间的做法 因为这个企业啊 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让它干得好 我就说 你得要让它符合市场 对 如果你不符合市场的 它没有生命令 嗯 它走不远 你比如说现在的 关于这个现行的问题的话 嗯 现行的问题 我相信是个权宜自计 对 这个权宜自计 和我们现在的体制 本身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很多的企业 技术观 嗯 也是商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 未来的改革 你应当是把这两者分开来 嗯 嗯 嗯